下一任總統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難做的總統 留了太多爛攤子 就2024到2028嘛 有三大挑戰 第一個就是停電 電力的危機 那第一個就是武統嘛 那第三個是勞寶 勞寶破產很可能發佈在2026 這三個問題 那蔡英文怎麼都不處理 比如說勞動部長 我們就質詢過他說 欸 勞寶已經快要變成富啦 然後他就說啊 那我每年那個補200億 那這個就是不負責任 如果真的要補那個洞 一年要補2000億 所以你要用制度來改革 那缺點也是嘛 就很多人就跟你講 你這樣的會有問題 那天然氣那麼貴 而且容易被封鎖 你告訴我天然氣如果變很貴 台灣有可能被封鎖 那你天然氣怎麼辦 你2025天然氣要佔50% 就蔡英文的規劃就是這樣啊 大家說2024之後不是我的事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我現在規劃你們以後自己想辦法 是吧 蔡總統凡 他只說2024年以後的事 是下一代的事 不是他的事 啊啊啊啊 事實上李遠哲 對小英執政這末期是越來越不滿 他最近又講了一句話啊 他說民進黨有一些貪腐的現象 這個不是跟阿扁最後那兩年 是啊 其實學科學的人 沒有無限制的在反對核電 你去看歐洲嘛 瑞典去年才恢復核電 日本韓國也都在恢復核電 而且核電現在已經進入 第五代的技術 他產生的核費料是大量減少 比爾蓋茲也支持小規模的核電 你這個都違反世界潮流 而且天然氣就是一個又貴 還這個運輸有不確定性的能源 台灣是個島耶 你總要有一些基礎人員吧 天然氣都是進口的耶 你那麼有把握 其實我一直講說 就民進黨兩張省主牌就是互相矛盾 一張主張台獨嘛 一張反核嘛 其實上是互相矛盾的 因為核能是 最能夠維護自己的獨立能源 結果你把他廢了 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